當然除了說可以用trial review 網路產生之外 其實如果你假設另外一個方式 其實拿我們之前的範本來改 也是一個方法 其實簡單講起來 如果你要爬網路的資料 不外乎就是用到兩個模組 一個模組叫request 這個的話主要目的 就是透過它的get方法 去抓我們的網頁原始碼 所以request.get得到什麼 就是那個原始碼 你按右鍵檢查那一堆東西 第二個需要用到的模組就是beautifulSoup BeautifulSoup它主要做什麼 就是產生一個叫SP的物件 SP物件裡面有兩個方法 不是兩個方法 兩個以上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一個叫find 一個叫findall 上禮拜特別強調 這兩個方法 主要的差別是 如果你要找的那個標籤 或者類別 假如是負數的話 你用findall 可是如果假設你要找的只有一個 或者是第一個的話 那你就find 可以嗎? 就大概這樣子啦 其實我覺得 BeautifulSoup 當然有其他方法 但是這兩個我覺得應該就足夠了 大部分的需求 那你只需要在後面加上它的標籤 加上它的類別 KSM 這個KS就是剛剛點兩下貼過來的 然後呢 因為findall 它回來會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前面就給一個list list1 那總共會有36個 我只要前面的5個的話 所以我底下用forI 然後forIenrange 這個寫法可能大家會比較習慣 有沒有 跟ChargePay比較喜歡寫成forI 那你說老師有什麼差別 其實沒什麼差別 反正就可以跑回圈 我覺得主要是看個人習慣 如果你不習慣那樣的寫法 沒關係 你可以寫成forIenrange 至於兩者哪個地方差別 我是建議你自己可以花一點時間研究 如果你沒時間的話 你乾脆記這個就好了 我覺得你不用記太多 記forIenrange 那裡面的話實際上就是第幾個 有沒有 所以也就是這個回圈裡面 後面一定會有一個中瓜糊 加上一個I 指的就是說 從哪一個到哪一個 有沒有I會變 所以如果是0.6 那I裡面指的就是說 我找到的那個的第0個 就指的是第一個 裡面1的話就第2 一是類推 那我要的是它裡面的文字 跟它的超連結 有沒有上禮拜講過 叫GET嘛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可以把結果輸出啦 OK 結果 out of range 我後來發現 它這個CAS好像會變動 所以我這個CAS名稱 我把它delete掉 請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它的CAS名稱會變動 所以我再把它重新再複製一次 在焦點這邊按右鍵檢查一下 再找到它的CAS點兩下 把這個CAS名稱複製 貼到我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 應該就可以了 不過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貼上的前後比較有空白 如果多餘空白也會出錯 執行一下 這樣應該OK了 有沒有 那這個是兩個比較 當然如果你可以自己寫比較精簡的話 當然就自己寫 OK 那因為這個Yahoo 你會發現 它除了標籤名稱之外 還有類別 可是呢 等一下的範例 只有標籤 沒有類別 那如果假設沒有類別怎麼辦 那你要想辦法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 再看一下下一個範例 下一個範例的話 它跟Yahoo的新聞 最大的差異呢 這個就是ET Today 也是新聞網 那我們要的呢 好啦 也就是熱門新聞或焦點 我看一下 點開來 這有廣告 把它關掉 那如果說呢 我 它好像畫沒有變了耶 OK 好啦 假設我要的是 哪一個區塊呢 有沒有發現它好像是一塊一塊的 如果呢 我假設希望抓哪一個部分呢 抓娛樂八卦通好了 比如說我要抓娛樂八卦通的標題 這個啦 這個是什麼 這真的很八卦 OK 然後呢 這個標題跟它的超連結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首先一樣 它的網址 ET Today 這個網址 然後呢 按右鍵檢查一下 檢查之後的話呢 看一下 它放的位置 有沒有 其實跟剛剛那個 Yahoo的新聞 又不太一樣 Yahoo新聞是放在span 但是這個是直接就放在哪裡 放在A裡面 所以不需要再多一層 所以我看一下 這個A嘛 然後它的超連結 超連結在這裡 然後 可是問題它沒有class 看一下 它沒有class 它就這樣而已耶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要抓的話 那頂多就抓這個A啦 可是問題這個A 在這個網頁裡面有多少個 Ctrl F 然後前面 A前面加一個小於符號 哇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524個 那不得了了 如果假設你要把這個524個全部抓回來 然後有很多的 可能那你說在哪裡 下一個 看一下有沒有 上面這個也是超連結 所以它這個網頁 光網頁就 大概529個超連結 那不可能全部每一個都 所以勢必怎麼樣 需要做一點事情 那我想到的方法 上個禮拜才有講過 其實你可以 如果你這一層 沒有class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找他爸爸 OK 那如果他爸爸如果範圍不對的話 你可以找他爺爺 對不對 OK OK 如果他爺爺不OK 再往上找 OK 反正就是祖宗八代 往上一直找就對了 因為他是階層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看 那一個比較OK 你可以往上找 我們先回到剛剛這個 這個按右鍵檢查一下 所以這個 然後他的上一層是 H2的話是標題2 不過標題2 這個顯然 只規範的範圍好像不對 因為我要的是整個 有沒有 所以最好是你看到的是整個 那如果是H2 好像範圍也只有他們家 所以不對 怎麼辦呢 我剛剛講過 就是你要再往上一層 H2不OK 再往上 往上叫DIV 有class有沒有看到 可是問題呢 他只有找到的 也是他們自己家 所以他爺爺也不行 有沒有 那怎麼辦 再往上找 找他真祖父 真祖父好像就對了 有沒有 所以呢 理論上應該怎麼抓比較OK 其實理論上 就是先把他真祖父 那一層的東西 抓下來之後 再到他真祖父裡面找A就可以了 找到的 就會是這個框框 裡面 所有的超連結 所以這個好像我上禮拜有特別講到這種方式 有點像是一層一層的 這樣就確保你要的資料就在這個範圍 那怎麼做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不過如果沒有時間也可以試試看 跟那個Chashby講說 請幫我 爬取的是娛樂八卦通裡面的所有標題 跟超連結 應該他也會抓得到 不過你們兩下可以比對一下 順便可以學一下不同的寫法 OK 試試看好了 先把這個 ET.day想想看 最好是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可以把它寫出來 就最棒的 那其實我是建議啦 你如果不用AI的話 你可以拿我們範本 也就是拿剛剛寫的這個拿來改對不對 是可以的 OK 這個架構就夠了 只是說要怎麼把它改成你要的結果 這個我想你們試試看好了